明星党立委高嘉瑜买房争议却演变成9年前 随同市府出国考察到底有没有买名牌包包 国民党台北市委员游淑慧就爆料了 说郝龙斌市府团队当时到意大利考察的时候 高嘉瑜不但是脱队狂扫名牌货 而且还多到必须由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员来帮忙他领战利品 而当时同行的叶庆元也说高嘉瑜拒绝拜会罗马省长 还让全团等他血拼 而高嘉瑜在今天一一回呛 这些人都是好游有 口径一致 而且游淑慧当时都在照顾好龙斌 能有时间看他酸度破表 现在很多想要来秤身量的人 支持李燕秀 那我是不是现在什么话都可以说了呢 高嘉瑜的房市争议已经演变成出国考察 有没有买名牌包 我那时候我印象只有买一个LV包送给我妈 他两只手都提满了这个购物袋 坐在游览这还要闪闪躲躲的 他从头到尾都在照顾好龙斌市长 所以应该没有时间去这个注意其他的事 还要帮他协调人家陪他去逛街 然后他落单的时候我们到处找他 在罗马街头到处找他 不过高委员可能比较健忘 我当时只是小小的公务员 当年以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长身份同行的叶庆元 更加码爆料高嘉瑜把市府同仁当小弟使唤 还拒绝公务败汇行程 我不知道他当初到底那五代那七八代是什么东西 那一次高委员给我的印象就是上车滑手机 下车买东西 这根本就是一个好游有的一个罗马假期 高嘉瑜赴欧考察连环报 现在还有第三位女人加入战局 高委员他有买这个老历士的这个绿水鬼 买好之后这个我们大家也非常好奇 那时候我记得是朋友托我买 2011年当时的议长吴碧珠带队参访姐妹室 整趟旅程王欣怡对这件事特别印象深刻 小朋友在拿着那个饼干一包吃 然后边吃就睡着了 我就看到他拿着一包像我儿子的那个饼干 就正在吃这样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是在吃我儿子的饼干吗 然后他就回答我说 东西掉在地上谁捡到就是谁的 连小朋友的事物都要抢 高嘉瑜买房争议 延烧案外案 战场遍地开花 记者叶婷丽敏佳 小瑞生台北草导 本来要访台的美国环保署长慧乐不来了 外传就是因为这个消息提前走漏给美国媒体 那么媒体报道出来 再加上美国现在即将要政党轮替 进入了看守时期 此时访台恐怕也被批示浪费公款 那么但是有外界人士解读说 台美关系向来是多做少说 甚至是只能做不能说 这回破局很有可能是因为民进党为了大内宣 一再地泄密 而印太司令部史都德曼来台曝光 踩到了美国的红线 因而取消了慧乐的访问行程 不过我们来看看 这样子的说法到底有没有根据呢 前外交官刘士杰就认为了 外交部都有专业的团队在处理释放讯息 两者之间应该没有直接关联 在年底之前没有办法到台湾来 我们外交部是感到非常的惋惜 真的好可惜 日前外交部才跟国人宣布 美国环保署长慧乐12月初要帅团访台 时间快到了却被临时喊咖 他只能他来指导我们 或者他想讲他就会讲 而不是把他们拿来作为大内宣的运用 适可而止 像很多很多的迹象显示 都对我们是不利的 慧乐不来了 有人将原因归咎于民进党泄露消息 踩到美方底线 因为日前美国海军印太司令部情报处长史都德曼 却经意秘密行程访台 但搭乘班机不论降落还是回程 全被掌握的一清二楚 签教材离台两天 美方就宣布取消行程 台美间先前有陆战队来台 后有纽约代表处长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见面 史都德曼事件被认为是触怒美方的最后一根稻草 外交部在处理这一类的事情都蛮专业 要公布到什么程度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都是行之有年 在这个时机点 大家在忙着交接 你花这么多钱来到台湾 过两个月之后就要改朝换代了 那有没有这个必要性 两岸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外传中国大陆制定了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国台办也在昨天首度证实 说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 长期以来挑动两岸对立 强调这笔账是一定会清算的 但是陆委会也反批 这是北京当局恫吓台湾 接受一国两制的手段 那么政府必要的时候 也会采取反制作为 但是要如何反制呢 并没有说明 立委就猜测了 顶多只能够从拒绝两岸 进一步交流方面来着手 台独顽固分子公然的挑衅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 是绝不能容认的 中国国台办首度证实 传说中的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还列出惩罚对象条件 批评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 挑动两岸对立 没点名特定人士 但强调这笔账一定会清算 陆委会痛批 北京当局干扰台湾社会 国外人士也研判 中共还在认知作战阶段 相关反制措施 政府都有严拟 只要对案一公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我方一定会反制 但能怎么反制呢 几乎是冰冻的这个气氛的情况 唯一的就是说 比如说如果要继续开放航点 加大交流这种往来的话 我方如果要反制 可能就只能从这一方面去做 台湾要如何反制 官方没说明 立委猜猜猜 一份台独清单 再度挑动两岸 敏感选进 记者赵报道 行政院前发言人丁怡明 因为牛肉面风波下台 陆续的有民众向刑事局检举 说他散布假消息 原本警方回应 不构成违法要件 不受理侦办 被质疑双标 因此国民党立委 干脆就直接到地检署案铃提告 今天刑事局副局长李希和 在立院备巡的时候 面对追问 也改口说案子有在调查 将会依法传讯当事人 根据了解 承办的中正一分局 在这近几天之内 就会传唤丁怡明 道案说明 被炮轰下台的行政院前发言人 丁怡明乌龙点名 冠军牛肉面食用来牛 更陆续被民众检举散布假消息 行政局15号说丁怡明 有及时澄清和假讯息的本质不同 所以不争办 就被外界炮轰双标 惹得国民党立委 立刻到北警案令提告 事个到现在一个多礼拜了 案件到底办了没 你有调查吗 我们这个案子已经在调查了 有在调查吗 有在调查了 有了 调查结束了 没有没有 现在传信相关的当事人 有传信吗 现在在传了 有传丁怡明吗 有 有没有传丁怡明 这个部分都会 什么时候传丁怡明告诉我 行政局副局长被立委频频追问 大改之前态度强调一定会依规定传讯 什么时候可以传 一个月以内总可以吧 但已经 侦察动作已经动作开始了 承办的中正一分局警方在这几天就会传讯丁怡明 一共是会传他两次 如果丁怡明都不肯配合 整个案件就会移交给北检 但要是丁怡明连递检署都不去 最后就会被发拘票通弃 据了解北检街道蓝营立委提告丁怡明 违反食品安全卫生法和散布假消息之后 就立刻指挥辖区分局侦办 到底卸下正月发言人职务的丁怡明 接到传唤通知书之后 会不会乖乖配合外界都高度关注 谢谢张涛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 新北市板桥音乐公园 从前年开始新建地下停车场 原定在今年的四月份完工 但是延期到现在仍然没有开放使用 原来施工团队挖到了 民国60年开幕的大同水上乐园的建筑旧址 这里可是很多老板桥人的回忆 不只是挖出了摩天轮的地基 还挖出了昔日的万人游泳池 虽然说工程因此延长了 但是市府说停车场工程已经完工了 日记年底前使用执照就会发下来 那么就会开放民众使用 风雨广场还有共荣市游乐场 三公寝大的新北市板桥音乐公园 开工两年多过去 周围人布满围离 民众看得到却玩不到 你可能很难相信 这里迟迟无法完工的原因之一 竟是挖到了旧乐园 泥土堆下隐藏着四根大柱子 再往旁边一看 浅蓝色的地面加上瓷砖墙面 这不就是游泳池吗 原来这里是许多老板桥人的旧回忆 大同水上乐园 大同水上乐园曾有万人泳池 是全台第一个主题乐园 无奈好景不长在民国八十年结束营业 新北市府事后在原址盖公园 更盖了地下三层的停车场 原定今年四月完工 不料施工时却挖到了六公尺深的游乐园旧址 加上今年爆发新冠肺炎导致工程延期 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开放使用 新北市交通局给出答案 在开发的过程有发现 那个前大同水上乐园 它的一个旧有的这个泳池 十二月底一定会开放民众让大家来使用 新建地下停车场这一挖却挖到了旧乐园 民众的美好回忆也纷纷被挖了出来 现在此期盼改建的公园和停车场 能够赶紧开放使用 别再让他们望眉之客 接着现在张士奎新北市报道 看准了一个月之后的耶旦结商机 台中OLED卖场的耶旦大战提前开打 后里立宝OLED欧式建筑装碟耶旦造景 民众不用搭飞机同样有出国的feel 而今年还规划盛大的游行 邀请大家来场耶旦嘉年华 另外是台中港的三井OLED 则是颠覆传统 打造南半球的热带耶旦节 陪大家欢乐过节 走近热在丛林后到系列的暴龙 蛇颈龙以及剑龙 以呆萌可爱造型亮相见客 除此之外 还有五米高的紫色大型圣诞树 知名地标摩天轮 夜晚经过灯光点缀超有圣诞feel 台中港三井OLED 今年颠覆传统打造属于 南半球的热带圣诞节 好拍好玩 让民众展开一场奇幻的夜旦探险 业者也宣布OLED第二期扩建计划 预计两年后开幕 到时一二期将可达到两百二十家专柜 镜头转到立宝OLED 今年耶旦节业者特别规划 欢乐圣诞游行 会有圣诞老公公高敲人 以及许多的外国舞者 预估人潮以及业绩 会成长两到三成 有圣诞老公公爬墙送礼物 还有四十家餐饮品牌的美食优惠 让民众不用搭飞机 也能来场位出国 其实看好台中消费潜力 大型OLED卖场 都不再过于拥挤的成熟商圈 而是到蛋白区展店 连好十多倍台中店也一样 锁定台中人一站式的消费习惯 一次满足吃喝玩乐 再加上一般人出门都以开车为主 三大品牌更主打 腹地大好停车交流方便 如今还有终结加持 中部零售卖场朝向多点开花发展 后事可及 接着红东山 他们到 视频一切可及 因此 理论 1 点 2 2 1 10